就把它意为天湖 之所以叫那么作为天湖 是因为我们这个湖泊呢 有两大特色 第一呢 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其二 这个湖泊具有一大特色 湖天一色 远眺您分不清 到底是天空还是湖泊 所以呢 我们称它为天湖 同时它也是我们西藏的 三大圣湖之首 最大的一个圣湖 这个湖泊呢 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咸水湖 中国的第二大咸水湖 中国第一大咸水湖 是青海的 那个西宁的青海湖 西宁的青海湖 那么第二大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浪错 它同时是咸水湖 这个湖泊的形成 是由于这个欧亚板块 和印度亚板块 碰撞时期所形成的 又被称为瑞露海 它不是什么燕塞湖 它的水源来源呢 主要是四周的雪山 雪水融化 加上降雨 然后呢 下午的时候呢 形成水气蒸发 然后到上空 又形成降雨降雪 这样达到一种 自然循环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湖泊呢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没有流入的水源 也没有水源流出的出口 这是我们的蜡木措 蜡木措的海拔高度 4718 4718 仅仅比大家在那天所在的 港巴拉山口呢 低200米 所以说咱们这一 今天的这个行程 可以说是咱们整个西藏当中 大家所能参观到 我们就在这么短的期限内 所能挑战的一个自高的一个观景点了 也算是咱们行程当中比较 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景区 不过以我们团队现在的这种状态来看呢 我相信我们团队当中的朋友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只要保持好现在的状态 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因为突然的军烈运动 引发高山反应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是我们的蜡木措 蜡木措呢 是三大圣湖之一 所以呢到阳年的时候 到阳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圣湖呢 周边会吸引来很多的信徒朝拜 那么信徒会在闲暇的时候 会在自己有空余的时候呢 来到这个圣湖周边 赚金起福啊 就是环绕圣湖一圈 赚金起福 那这项工程呢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圣湖的湖面海湾 湖面积有1900的平方公里 1940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 所以说这个湖是非常非常的大 要真正环绕这个湖一圈的话呢 就是年轻逆动的小伙子们 连走带跑的话 大概也需要一刻多星期的时间 才能将这个湖真正的绕湖一圈 所以呢真正要绕湖这一圈 绕这个圣湖一圈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呢我们现在转圣湖呢 就改为了让我们这个湖边上的 一个半岛转七圈 以便代替转圣湖一圈 这种方式来转圣湖 那今天有幸大家能来到这个圣湖呢 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圣湖边上 虔诚的去祈祷一番 那么